大家好 欢迎来到灵解CYI 这期节目给大家介绍 字节跳动在海外悄悄上线的一个新产品 叫做anygene 我会对它进行一个深度的实测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它被称为字节跳动版的Manus Manus的新闻 大家最近都听说了 Mater大概花了20个亿收购了Manus 其实字节跳动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 也和Manus它的母公司Monica 它的创始人曾经接洽过 当时字节跳动的出价是3000万美元 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这个收购当时是没有达成的 那么anygene就有点像字节跳动 自己搞出的Manus 这里就是anygene的主页 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到我的这顶评论区 和视频的简介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交互界面 一个比较常见的对话窗口 来说出你的需求 这里它做了一些功能和需求的分类 它基本涵盖了市面上比较主流的 这种类型的agent的一些任务 包括了幻灯片写文档 还有写绘本 做调研分析数据等等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每个功能的效果 我自己用下来 有几个功能是很有亮点的 有的就不过多评论了 现在新的用户注册 他就送你1500个积分 并且你完成对应的功能和对应的尝试之后 他还会送你一些新手的积分包 而且还可以送你几个月的pro会员 现在这个产品还是有很多羊毛的 大家可以去尝鲜和尝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测评一下功能 先来看它的深层幻灯片 这里我给他一个任务 我说请给我讲解一下 人类受精卵 从受精到胎额出生的整个过程 制作一个科普的PPT 在计划创建和需求收集阶段 他会问你 这个PPT你的目标受众 偏好篇幅侧重点 还有比较倾向的风格配色 和是否要加入数据图表 这些勾选的选项是我没有选 他自动帮我提交的 你也可以在这个需求提交的过程中 主动的去选择你的PPT的偏好和要求 确认需求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检索 然后就形成了整个的PPT的内容 右侧就是他生成的结果 大家整体的看一下 他第一页是有一个封面图 后面基本上是白底图的 然后里面会加一些这种 像言文字这样的图标 让整个的PPT看起来没有那么枯燥 他这里是讲了整个怀孕到分娩 整个的过程 他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生成的PPT 它的所有的这种文本框 还有这里的要素 都是可编辑的状态 对于希望对PPT进行二次编辑的人 比较友好 如果你之前使用过扣子 来生成PPT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提交的结果 就特别像扣子里面生成的PPT 它的可编辑性比较好 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背后 它是套用了一定的模板的 它生成的内容 AI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发挥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它并没有像一些agent 使用前端的语言来生成PPT 所以PPT它的好看的上限 它的动态效果 对比其他一些agent生成的PPT 就相对比较有限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生成的另外一份PPT 对比一下 大家就更能感知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差异 比如说这里 我给它一份PPT大纲 像这样子的 我明确的告诉它 每一页要写什么 标题是什么 页面是什么 大概的表达是什么样子的 我把一个详细的纲要写给它 接着它就按照我的演示偏好 就生成了对应的PPT 这个成品的美观度 其实是非常高的 特别的漂亮 而且完全的标准化的 它也像那个一样 也加了一些言文字的小标题 然后加了一些框架 加了一些图画 这个其实它的完成度和完整度是很高的 你在这个技术上稍微编辑一下 就是一个可用的状态 它的可编辑性特别好 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新建幻灯片 然后或者是说选中某页 在这里使用文本图形图片表格格式的功能 或者是说直接点击这里的问文 在这里可以让它对这个PPT进行修改 或者直接提出对应的疑问 通过AI的方式和它交互 其实它已经做得相对很好了 但是在我眼中可能不够好 我是觉得它的AI的拓展性 和对整个PPT内容的可想象性 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 相比较而言 这是同样的提示词 我给到另外的Agent 他给我做出的PPT 它的这个内容就不会有那么多模板化 它的整个的PPT的创建 会有很多超越我本身期望和想象力空间的地方在那里 而且它会有一些动态的效果 因为它的实现方式是通过前端代码的方式来实现的 作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像这样的PPT 我觉得它的很多动态的效果 它的内容的组织和表达方式 会给我带来很多更多的这种意外的惊喜 会更加满足我的期望和需求 我觉得它的PPT功能一般 但是也够用了 别急着关掉视频 下面讲的都是亮点的功能 这期视频主打一个先业后仰 第二个我想给大家评测的功能 是它的创建故事绘本的功能 点击这里的创建故事绘本 它这里也提示了 呈现出的视觉效果是不支持编辑的 本质上就是用nano banana的技术来生涂 在这里它可以直接选对应的比例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跟刚刚PPT 我用同样的提示词 都是让它给我讲解一下 人类受精到胎儿生育发育的整个过程 你看绘本的整个的逻辑就挺惊艳的 它的整个图画采用的是一个随彩画 讲了这个卵子和精子相遇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画的这个图和实际的我们的生理过程都是一致的 它的图都是非常的写实的 你看整个的文字图片配合的都特别好 而且我发现用它来生涂比直接在 Gemini上面用nano banana 或者用nosebooklm上面生涂更加快 它的完成的效率和结果特别好 再看看另外一个绘本 这里我是让它设计个绘本 使用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场景和人物 来讲解曼坤的微观经济学里面的 供需的市场经济规律 文字我要求中英文双语 你看它的整个的画面的配色和设计都是挺好的 不过你也可以看到 这里它整个的绘本的裸甲 和我们用谷歌的storybook 或者我之前介绍的red kids这样的绘本工具 他们生成出来的绘本有一点不一样 它是更多的偏这个图配文 它的文字并不像我们传统看到的那个绘本 有专门的对话 专门的每一句的这个绘本 它的这个绘本生成主要还是基于 nano banana pro的生涂能力来完成的 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超出期望 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和它反复的对话和修改 如果你已经有了分解的故事线和故事文字 用它来做故事插画 我觉得效果还真的挺惊艳的 第三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批量调研功能 这个功能它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惊艳 也是这个功能让我入坑了 真的有点耗积分 我干到一半还冲了一个200美金的会员 在这个主页上面选择这里的批量调研功能 这里它会有很多提示 当你没想好搞什么任务的时候 它这里有一些冷起的任务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给大家讲讲我搞的是什么任务 因为anygene这个产品它本身是自解析的 我完全可以用这个产品来帮我调研在tiktok的爆款潜力商品 怎么样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利的生产工具 把这个任务发给anygene 让它给我执行 我们看看执行的效果 你看这里界定清楚了任务范围和重点的内容之后 它就真的开始爬取数据了 有没有看到链接图片商品的信息都在爬取 它现在是有很多虚拟机在同时的工作 帮我爬取相关的数据 做这个品类的调研 好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报告 第一部分讲了一下时间窗口和方法 接着讲了总体的态势 总的市场份额 特担还有转化率等等数据情况 接着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 主导的品类拆解 服饰美妆各户健康 还有家具电子 这7天的热度逻辑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代表性的单品类型是哪些数据锚点 怎么样 整个的品类热度矩阵如何 第4部分就讲到了单品 近7天有哪些热门单品的类型线索 它这里讲到的几种热门的单品类型的线索 还挺有意思的 诚实评价型的说实话的产品 还有一个新年决心的关联品 像女性运动 还有健身健康零食相关的 还有一个是视觉冲击型的美妆工具 比如卷发神器 粉刺清洁仪等等 讲到一些热门单品的类型线索 这里提到了一些卖家的策略 还有一些后续的建议 对于这个报告 其实你是可以不断的去深入的 给它提很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这个调研报告 我就提出 它需要给我更多的趋势分析 选品参考 并且需要依托具体的趋势数据的基础上 进行分析调研 你看在这里 它就会有更多的数据交付上面的呈现 而且会更加明确的讲 这个爆款内容的趋势 以及它会分品类去洞察 如果你对现有的报告不满意 或者希望继续深入 你完全可以在anygene上面和它继续对话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tiktok研究的案例 你不断的研究交互下来 在最后你还可以给它提一个要求 让它把这一套趋势分析 爆品研究的方法沉淀下来 形成方法论 让它定期的给你产出报告 因为我发现在anygene上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这个位置定时任务 你可以把这个任务去循环的去铲出 如果你是内容创作者 或者是特定领域的分析师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任务让它定期去跑 帮你扫描特定领域的行业信息 或者帮你定期的做一些批量的数据分析处理 这个功能特别的使用 下一个我想给大家安利的功能 是它的数据分析功能 你把它调教的好一点 把歧视词写的好一点 它完全可以替代你们公司的一名数据分析师 在这个页面我们选择分析数据 点击这里我们上传对应的文档 给大家看一下我要上传的文档 这个是我模拟的虚拟数据 但是它和我们的真实场景是契合的 它是我们在电商中做人群分析 AIPL藏作的一个数据分析处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原数据它会涉及人员渠道 还有投放费用等等 那么我完全可以把这些数据丢给它 让它来帮我做相关的人群分析和投放分析 我把刚刚的这个文档上传给到它 然后我给它下达指令 让它从多维度进行专业的洞察 形成分析报告 并给出详细的人群投放的计划 以及预算的分配比例 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电商平台 电商要日常运营的重点工作之一了 它现在正在分析我的表格数据 这里它让我提交我对应的GME目标 还有投放的总预算 它是基于你的这个数据的要求和数据的结构 来提出希望你给它输入的内容 其实还是比较智能的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模式化的要求输入的内容 而且它会有一些默认的选项 我就按照这个内容直接点提交就可以了 好 这个报告生成了 它分为4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AIPL漏斗的现状和关键的转折点 就是这个人群 它从A到最后的L整个的人群漏斗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做了核心的人群总结 它的核心价值人群是一二线城市的女性 次要人群是男性 第二个板块 它分析了各个付费渠道的效率 高效率 中效率 低效率 并且基于这些历史的渠道效率 给出了年度的30万预算的分配机制和设计 做了一个投入产出比的测算 并且还有一个GMV拆解和目标达成的节奏 是不是妥妥的电商行业的KPI拆解的逻辑 就写在里面了 最后一个部分给出了人群投放的策略和运营迭代的方法 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数据分析报告了 并且在这个工具里面 在右上角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转化为换增片的按钮 它可以在PPT document还有表格之间做无缝的切换 帮助你快速的获得你想要的文档戒指 你看我点了那个之后 它就自动新开了一个窗口 根据刚刚生成的分析报告 来自作成PPT的文档 另外它的其他的一些附加的功能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比如说这里的创建网页 PDF还有总结视频 我也让它尝试了 让它基于我的一个报款视频 给我自作对应的网页 在这里我选择总结视频 并选择创建网页 我选择了我最近发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讲谷歌OPPO的视频 我复制自己的链接 给到anygene 让它基于我这条视频的内容 给我生成对应的网页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最后生成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它对我的整个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拆分 而且它这里讲到的三个案例 确实是我在视频中进行讲解的案例 说明它是真实的读取了我的视频内容 并且通过网页制作 来呈现我的YouTube内容的 点击这里的实战案例 这里的内容就是我在视频里面 在介绍这个工具 所讲述的一些实操的案例 这些步骤也是和我的视频内容 严丝合奉的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文档撰写的能力 在这里我还是把刚刚 那个YouTube视频发给它 让它给我转写为公众号的文章 右侧就是它最后的输出的内容 有一说一 它的整个的排版 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可以下载 不过放在公众号的文章 这个格式真的没有办法直接复刻过去 它的文档生成的排版 你用成pdf文档 或者用在你日常的交互里面 还是很不错的 enjin的基本功能 基本给大家测了一遍 总结一下 基本所有的功能都是处于一个可用的状态 更难能可贵的是 现在它处于拉新期 一个新的用户 至少可以在上面拥有5000个初始的积分 可以去尝试它的功能 还是有一些羊毛可以耗的 它这里有很多初始的模板 包括了一些总结 营销增长 产品调研等等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它里面的亮点功能 我用下来觉得最好的 感觉最好的 就是它的批量调研 分析数据 还有绘本创建的能力 其它的功能呢 中规中矩 但是好在它是可以交互编辑的 它的PPT呢 有点没有符合我的期望 因为它既不是用图片生成的 也不是用前端代码来完成的 是套用扣子空间那套来完成的PPT 可编辑性强 但是AI的想象力表现的会相对有限 它不同的载体和介质之间 可以相对比较顺滑的切换 而且可以通过设置定时任务 帮你定期的完成一些预设的任务 比如说AI新闻的收集 行业消息的获取等等 关于这个产品就介绍到这里 有什么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记得订阅林姐说AI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